sor lexicon 好 弟兄子也平安 我是上个月20号回国的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 CMC很多人是大概近年很久之前没见过的 我之所以回去可能很多人也知道 是因为我的父亲收到他的病危通知 我希望能够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 在病床前送他最后一程 听他最后的声音 当然还有一个迫切的愿望 是希望他能够有机会认识主 但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 我还在回家路上的时候 在旧金山的机场就得到消息说 他已经离世了 他的灵魂回到造他的上帝那里 我虽然有很多的遗憾 但是我也深信我们的主 天父上帝是公义信实和良善的 他不曾亏待任何人 包括我的父亲 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使我在他的追悼会上面有机会发言 在众人面前 在特别是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面前 有机会来为主做见证 来献上感恩和祷告 也使我可以安心地把妈妈带到美国来 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中国有句老话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人在离死前所说的话 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我想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一段话 这段话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最有名的先知 也是宗教领袖摩西所写的 我们知道摩西是圣经前五本书的作者 犹太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那么这五本书是最重要的经典 是他们所有的宗教的一个基础和根基 那么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书 生命记 那么这本书呢 是摩西临死前对即将进入迦南美帝的下一代 所说的话 广义地讲这本书都是最后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就是这本书当中 摩西所说的最后的话 让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 请 摩西向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又说 我今日所警告你们的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要吩咐你们的子尊 谨守遵行这律坊上的话 因为这不是虚空 与你们无关的事 乃是你们的生命 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 必因这是日子得以长久 人不喜欢被人责备 也不喜欢被人警告 可是人又多么需要被警告 因为我们常常以为 我们知道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说 按照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其实并不完全晓得 在社会上犯罪的人 是违背法律的人 犯法的人又受到法律制裁 承受刑罚 那么在12月初 有一名中国籍的20多岁的男子 在美国的佛州被控告擅闯军事基地 拍摄军事设施 那么保释金定于25万美元 如果罪名成立 它将面临一年半的监禁 那么这名游客是在9月份的时候 从佛州的一个州立公园的海滩 绕过军事基地的栅栏 进入军事基地 那么年轻人自己说 他是在新泽西州的餐馆 做洗碗的工作 说自己是旅游的时候迷路了 才误闯了军事基地 我想他的英文有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误闯的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他的起诉书上写着 他绕过的围栏上有许多警告 告知众人围栏内的设施 是一个军事设施和限制区 所有警告的标志 都贴在海滩的边上 那么他因为不明白 不留心警告 就受到应有的惩罚 圣经当中有很多有关警告的经文 因为主神知道我们里面的罪性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透过先知和仆人 对我们发出警告 其实是为我们可以真正的蒙福 可以得到永生的益处 摩西正在准备进入加南美地的 以色列民发出了警告 他说我今日所警告你们的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警告这个词在英文圣经当中 翻译成warning 就是警告的意思 不过中文圣经的翻译 我认为是更胜一筹 警告有警告和教导的意思 这个词在生命纪中出现了很多次 本意是做见证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四处经文 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来读 那么读法呢 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两排 请你们读单数一三段 那么左手边的呢 就请你们读二和四段 那么就有请右手边的新读 请 你们在那里住手 生子生生 就不要透露下 保护神情下 白白自信 行业和华人身心中 看着我时 我都要帮你 我去无边幻力 传你们作诫 我给大家 我业人一场 祝福 你们不能在那里 一场长久 一地进行 左边请 你若忘记耶和华人身 耶和华人身 十同期待 能力的面容 这是我去日之间的 耶和华在你面前 怎样是耶和华人的面容 你们也应该照待的面容 你愿意能够依从耶和华人身上 我去日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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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你 祝福 我去日之间的 我去日之间的 我去日明明的 告诉你们 你们的 必要没有啊 在你过来的 阿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摩西在临死之前 他说他是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民做见证 天和地是摩西的见证人 可见摩西的心是何等的迫切 可见摩西多么了解这些警告的真实性和严峻性 这个警告是关乎个人民族国家的命运 是关乎人在人生当中的一个生命的抉择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 当我们去看以色列的历史 摩西所警告的事情 以色列民没有听 没有放在心上 他们没有领受神的祝福 反而是让摩西律法当中 所有的咒诅一一地应验了 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之后 就很快忘记了这位救赎他们 出埃及进迦南美地的神 他们效法周围列国去拜偶像 悖逆神 最终导致国破家亡被辱到外邦 有的朋友说 旧约的神太凶了 总是发怒 击杀人 和新约的耶稣差很远 耶稣爱我 我知道 特别我上了十字架 耶稣应该像慈祥的和蔼的圣诞老人 专门在圣诞节送礼物给我们 这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我们对神的认识 必须要从圣经 神的话而来 当我们仔细读圣经 我们会发现 圣经所记载的新约和旧约 在警告世人悔改 归向真神方面 是完全一致的 唯一不同的是新约的警告 更多是关乎永远的审判 关乎我们永远的归宿 关乎天堂和地狱的结局 所以让我们稍微再看一些新约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三章 三十六节 讲到信职的人有永生 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一个不悔改 接受救恩的人 上帝的震怒就藏在他身上 当一个人拒绝上帝 透过耶稣给我们的恩典 将来在上帝的审判桌前 结局就是领受这震怒的结果 进入地狱 承受永远的刑罚 另外一处 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但我告诉你们 凡无缘无故 向弟兄发怒的 要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白痴的 要受公会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笨蛋的 难逃地狱的火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弯出来丢掉 宁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地狱 这两段经文讲到犯罪的后果 一个辱骂他人的人 也要接受地狱的刑罚 而地狱的可怕在于 如果明白的人宁愿使今生自残 不犯罪 他也不要拥有一个完好的身体 进入地狱 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里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当罪人愿意悔改归向神 就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再看罗马书一段经文 我们知道 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 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 是令你悔改呢 你竟认着你刚硬 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 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 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 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 恼恨 报应他们 神是一位完全圣洁公义的神 祂是宇宙创造的主宰 全地的大君王 在这位满有尊严的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面前 在这位要审判万民的大君王面前 我们只有悔改归向祂 信靠主耶稣基督得救 从一个敬畏的心来活出荣耀神的圣洁的人生 除此以外 没有别的道路 没有一个人将来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 这是神已经命定的事情 我们要常常把这些警告放在心中 在我们这个时代 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人们失去了敬畏之心 如果没有敬畏的心 怎么能够听得进别人的警告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 如果有人骂总统 他不必担心会坐牢 在这个民主社会里 这是你言论自由的权利 很多人对权柄缺乏应有的尊敬 更不必说敬畏了 在谷歌的搜索当中 2018年最多被搜索的电视剧是哪一部呢 是风靡华人 华语世界的电视宫廷剧 《沿洗攻略》 我们知道谷歌在中国是不能用的 尽管如此 它的搜索量还是位居全球第一 我回国也有空看了一下 在美国是没有时间看电视 我想我看了以后还是蛮有感受的 当我们基督徒看这些节目 不能只是为了娱乐 我们还要思考有什么功课可以学习 我们还知道这部戏的主线 是乾隆皇帝的宾妃们后宫斗争的故事 各路人马应用各样的攻略 各样的攻略来贬损他人陷害他人 达到争宠的目的 他们斗争是要赢得皇帝的宠幸 皇帝拥有声差大权 大臣都恐惧战兢 生怕说不好一句话掉脑袋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 这个电视剧的主线是讲后宫 不是讲皇帝 可是毫无疑问 皇帝是一切的中心 大家要取悦于他 大家要敬畏他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 已经看不到了 人们缺乏这种威严尊荣大君王的观念 可是圣经教导我们说 上帝真神这个大君王 是我们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如果乾隆皇帝有这个威严 那我们所敬拜的上帝 岂不更是如此呢 如果乾隆可以因为一句不敬的话 定人死罪 那么上帝作为万王之王 岂不更有权柄 按照他的旨意刑罚罪人呢 更何况神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 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特别是基督徒 从事这颗敬畏的心 按照希伯来书作者所劝勉我们的 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 请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 那向你们说话 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考虑 何况我们违背 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允许说 再一次 我不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是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摩西说 我今天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我们需要好好地去敬畏他 敬畏这位上帝 我们也要好好地 把他警告的话 放在心中 我们努力地去纪念主的话 也想办法去按照神的话 去遵行 我这次和母亲一同 从中国回到美国 妈妈带的东西很多 所以我担心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发生 因为以前的确有 他来过九次了 已经来过 也的确有一些违禁的食物 被有意无意地 从中国带过来 毕竟在海关是抽查嘛 而且抽到大不了东西拿走 可能领不到你身上 这次为了帮助妈妈 找了一些有关海关文章的 检查的一些文章给她看 我不仅自己看 还和她一同去看 去讨论 感谢主妈妈 读了这些文章之后 听了警告 就把一些心爱的东西拿出来 决定不带了 而这次我们在芝加哥机场的时候 的确被抽到了 当海关的人检查的时候 心里虽然还是有些七上八下的 但是因为听了警告 把一些东西拿去 做得好了准备 所以还是能够心安地顺利过关 听警告的人 就是要常做预备 我们基督徒 要把神的警告 警告 放在心里面 免得我们犯罪 得罪神 免得我们犯罪 离开神 吞吃罪的恶果 这是摩西所说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点是真道要传承 在这边也是同样的 四十六节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 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 问大家一个问题 神为什么赐孩子给每个家庭 或者说你生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没有什么目的 想生就生 不想生就不生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看到这个世代当中 有很多所谓的丁克家族 就是不要小孩 Double Income No Kids 因为觉得两个人过挺好的 多个孩子是打扰 降低生活质量 还有人说 生一个不够 要生两个 至少两个 让孩子有个半 不致孤单 其实在我信主之前 我和太太商量也是 我们要生就至少生两个 让他们不要孤单 但是不能超过四个 因为没有办法搞定 那么这些回答 我想都是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回答 基督徒是跟随主的门徒 我们凡事以神为中心 以基督为中心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给人婚姻和家庭 神把孩子赐给我们 一个核心的目的 不是别的 乃是我们要培育 要培养近前的后代 这在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五节 你家里的孩子 不是你的宠物 也不是你家中的皇帝 也不是为原 你自己的梦而生的 也不是为你的养老 而预备的 你和我家中的孩子 是神作为礼物赐给我们 而且让我们按照神的旨意 培养他们成为敬前的后代 成为跟随主的门徒 成为神国度的精兵 这是神把孩子 赐给每个基督徒家庭的目的 所以摩西说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 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我们的信仰 我们从神领受的真道 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不断地传承下去 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和长辈 祖父母的首要任务 神的律法规范人的行为 给我们的人生设定了一个保护的界限 也是蒙福的界限 这些界限是保护我们 不会被世界所引诱 离开神 而失去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这些律法也使我们神的子民 与外邦拜偶像的人区别开来 使外邦人看到 他是如何祝福他的百姓的 但是人心却不爱神的律法 而是喜欢拜各样的偶像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命令 以色列人 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 神命他们把一些邪恶的民族铲除 原因在于这些民族的恶习 和他们的偶像 必然会影响到以色列人的信仰 使他们背叛真神 事实也证明 这些偶像的确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在摩西死后 他们很快就陷入拜偶像的光景 他们的信仰和神的律法 并没有传承下去 他们没有谨守遵行神的律法 我想我们基督徒面临的挑战 同样也不小 我们活在这个世俗文化当中 周围充满各样来自世界的影响 这个世界给我们的 可能不是有形的偶像 特别是在美国 而是各样无形的偶像 而且我们也可能在敬拜不同的偶像 而你自己却不知道 你心中的偶像并不难发现 你只要看看你的时间和金钱 是如何使用的 你可能就可以看到你的偶像在哪里 如果你说忙到一个地步 没有时间祷告 没有时间去亲近神 读圣经 甚至没有办法来固定聚会 你应该明白 那个是你非常忙碌的事情 也许是你的工作 也许是你的娱乐 也许是你孩子的课外活动 也许是你自己的爱好 也许是你自己的控制欲 你的安全感等等 这些可能就成为你的偶像了 而且我们一个问题是 我们不仅心中可能有偶像 而且我们还很聪明 知道怎么样为他开脱 我们喜欢给自己找理由 说等我忙过这一阵子 我再来教会 等我身体好了 我再来祷告 等时间合适的时候 我再更多地去参加教会的读经计划 去亲近神 偶像的特点 就是他会控制你 你的心永远被他缠累 如果偶像不被铲除 他就让你一直地去服侍他 让你永远没有时间 投资在你属灵生命的建造 所以破解的办法 绝不是说等待合适的时间 而是马上去做 马上去遵行神的命令 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就培养良好的属灵习惯 把首要的事情 就是敬拜神 亲近神 顺服神 牢牢抓住 这样你的生命 就能成为一个蒙福的生命 另外一个蒙福的家庭 需要父母以身作则 我们做父母的 必须自己要谨守 遵行神的道 只有我们自己 首先看重我们的信仰 我们才能够有效地 去传承真道 这里摩西给我们两点启发 或者是提醒 他说吩咐 还有遵行 吩咐这个词 英文是command 就是命令的意思 父母在教导孩子的时候 需要带着神给我们的权柄 这个权柄神已经给了我们父母 和长辈 我们不要失去它 但是我们知道 做父母的容易走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把这个权柄丢掉了 或者是滥用神给我们的权柄 我曾经见过这样的家庭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毫无办法 孩子因为玩手机 成绩一度一落千丈 父母希望把孩子的手机收掉 可是他们做不到 因为任何事情 他们都是与孩子商量 而且最后总是让孩子的想法占上风 听孩子的吩咐 这样做无疑 是让孩子自己走一条愚昧无知的道路 我们做父母的 要学习吩咐的艺术 这个吩咐 当然首先是你要明白神的话 然后要再从小就开始 想训练孩子 我们知道孩子一懂事 就开始与父母较劲 他不要听你的吩咐 他要你听他的吩咐 这场有关权柄的战争 很早就开始了 我们做父母的真是要从小就开始 我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我和我们家的老爸 Gloria 对话 我请他把玩具收起来 他就问了很多为什么 收了一个 我回答好了 再有另外一个 问到最后 我说 这是爸爸的命令 你需要听 因为收玩具本身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是非的问题 所以孩子们很聪明 他找到很多理由跟你去 可以去arguing 他只有四岁五岁的时候 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可是我想我不需要对他凶 我只要坚持 像圣经所说的 我告诉他 如果不听的话 就会有后果 如果听的话 就有益处 后果就是打手板 听的话呢 益处就是 我会kiss他 会抱他 这个声音很小 但是孩子 他很珍惜 他也愿意去听 但是我需要持之以恒了 不是每次他都这么乖了 你要持之以恒 你就在孩子面前 建立了神给你的权柄 吩咐 圣门艺术 因为我们如果不小心 可能会滥用 可能会成为一种虐待 所以我们要求神 要帮助 帮助我们 在主面前讨好祷告 求神给我们智慧 我们知道何时去用 也知道如何去运用这个权柄 来引导我们的孩子走正路 另外 真道传承 也一定需要注意遵行 摩西说 要让子孙们谨守遵行 遵行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不能光听 光说 而不去操练 信仰必须是要活出来的信仰 有一个统计数字说 教会里70%的年轻人 到了大学 就不去聚会了 信仰处于中断状态 根本原因 我认为是 原来的信仰 没有好好的生根 没有成为活出来的信仰 没有成为生命中重要的一环 而是只是一套 可有可无的哲学和生活方式 我举一个例子 圣经上说 我们要行公义 好怜悯 也说我们需要扶持软弱者 我们在奥斯林的街头 经常会叛到很多 乞讨的无家可归者 那每次我带了 开车带孩子 去教会 或者路上经过的时候 就面临一个难处 因为我自己通常 是不会给他们钱的 我不知道他们拿了钱之后 会去买毒品 还是会去买酒 但是坐在车里的孩子 就会想 你们不是学了 行公义 好怜悯呢 那么怎样对这些人 去实施这样一个 好怜悯的圣经的命令呢 这个真的是一个难题 每个家庭 我想需要去思考 你们应该怎么做 我自己是非常感谢教会 组织了不少的社区 公义活动 无论是青少年堂 还是英文堂 都有一些慈善捐助的活动 包括我们华语堂 在2018年 也组织了几次 就是去 Mobile Loaf and Fish 这个事工跟他们合作 可以翻译成 无饼二鱼 无家可归者事工 我们与他们合作 是鼓励弟兄姐妹全家 带上你的孩子 去做义工 那么我如果有时间 我都会利用这个机会 带领我们家的孩子 从小学到中学 只要他们 试试到我们孩子 有时候不愿意去 我说你要去 因为爸爸要去 跟他们一起学习 去知道 有一批 有这样一批人 他们需要被关注 他们需要去领受神的恩典 我们能做一些 尽量就做一些 那么他们看到 做父母的愿意带孩子 去实施 这样一个行公义 好灵敏的一个命令 他们从中就学了 不少的知识 也看到生命 是如何活出来的 我也感谢主 我们家有几个大孩子 他们 我们总是鼓励他们 每年有机会 去短宣的话 都积极地鼓励他们 去参与 他们透过短宣 信心得到操练 也更多认识神 也愿意把神 给他们的恩赐 发挥出来 我注意到我们的小孩 短宣回来之后 他们也开始留意 周围有需要的人 他们会把学校的一些 孩子们的需要 带到祷告当中 而且会跟我一起探讨 如何向他的同学 去传福音 如何去关怀 这些同学的一些需要 事实上 他们能做得很有限 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心 我开始就为神来感恩 因为上帝 透过这样的管道 使我们做父母的 一同带领孩子 去认识神 经历神 而且操练神给我们的命令 我心中就充满了感恩和送赞 当我们把神的 警教放在心上 而且把神的真道 传承下去 那么神的应许 要成就到我们的家中 我想神的应许是 我们有生命 而且有永久的生命 我从中国回来之后 就探访了一对 刚刚受洗的夫妇 他们告诉我们说 现在正在操练 谢饭祷告 而且孩子们也效法 父母的样子 祷告得有模有样的 为他们感恩 敬畏神 真是要从小就开始培养 他们提到说 把受洗的信息 放到了朋友圈里面 微信的朋友圈里面 结果就有人 以前的朋友问他们 是否在美国被洗脑了 那洗脑这个词 是有贬义的成分 说别人被洗脑的人 总是认为自己所相信的 所秉持的人生道路是正确的 所以他们才会用洗脑 来评判他人 其实人一生下来 就一直被各种各样的文化 习俗思潮所影响 我们的大脑 可以说一直在被洗脑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其实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中国有句名言说 路漫漫其修远西 我将上下而求色 既然我们生下来 一直被四周的文化 思想风潮 习俗影响 那么一个对生命负责的人 你当要追寻真正的真理 神的儿子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圣经一再告诉我们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食粮 而在神话语和基督以外的思想 哲学 人生观 价值观 这些反而是虚空无益的 所以摩西在这里说 这律法不是虚空 与你们无关的事 乃是你们的生命 那生命是什么 一个人活着 他鼻孔里有生命气息 但是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有价值 有意义的话 他必须有一个参照点 有俗话说 有人活着 但好像死了 有人死了 但他仍活着 这句话就表明 生命的价值 它有一个参照点 设想家中的父亲 在家里 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妻子 离开家庭 从此没有音信 他纵然是肉身活着 对家人 其实已经死了 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从灵命角度来看 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破裂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死了 当亚当夏娃 违背上帝的命令 去偷吃果子的时候 他们就生命 就以上帝破裂了 他们就死了 以色列与上帝立约 我们知道这是摩西之约 在新南山下的摩西之约 当他们遵守神的律法 去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 他们就是守约的子民 他们就是可以称为 耶和华名下的子民 而他们被约的时候 他们就失去 这个百姓 神子民的身份 与外邦人无异 所以摩西 一再嘱咐 告诫百姓 说你们要听警告 你们要守律法 你们要吩咐子孙遵行律法 这个就是你们的生命 我们也相信 如果以色列真的是守约 那么神就一定遵守他的承诺 祝福他们不遭灾害 他们可以年日长久 他们也可以为神做见证 让人看到 特别是外邦人看到 神是如何祝福 他的百姓和子民的 我想我们 活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 已经与神和好 而且神给了我们新生命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的迦南地还没有到 我们的迦南地是荣耀的天家 最后实现是在神结束 人类罪恶的历史 引进新天新地的时候 但是我们感谢神 因为基督徒已经领受了圣灵 这是永生生命的凭据 我们遵行律法的根本原因 不是因为怕死 怕被惩罚 我们更是因为 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见证基督的能力 一个按照基督律法去行的基督徒 他的信心才是活的 才是能够彰显神荣耀的 才是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 因着与神的相交 与这位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一真神 不朽的生命交汇在一起 我们就成为神生命的管道 去祝福周围的人 19世纪著名的步道家 穆迪离死前 或者是他生前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有一天 你会在报纸上读到一段新闻 说穆迪死了 你绝对不可相信这个消息 因为那时我要比现在更加活跃 按照肉身说 我生于1837年 按照圣经说 我却在1856年才重生 从肉身生的必要死去 从临生的必永远活着 我相信不只是目的活着 所有历史历史历史的圣徒都活着 我们的亲人如果离开了我们 他们在主里面的 他们也都是比原来更加的活跃 这是上帝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长久的 永久的生命 我想当我们结束2018年 迈进2019年之际 愿我们每一位把神的警教牢记在心里面 愿我们也能够将真道不断地传扬出去 传承下去 使我们和我们的家都蒙福 也愿我们每一位靠着圣灵的能力 使基督给我们的这一个荣耀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不断地流淌出来 去恩责万民 去祝福一切有需要的人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也谢谢你 在圣经当中不断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当我们认真去读你的话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很多警告的话 不是因为你是那凶恶的神 而是完全因为你是爱我们 深深地爱我们 生怕我们走到那不义的陷阱当中 被魔鬼所诱惑 被罪所捆绑 你愿意我们领受那善好的福分 那永远的福分 求你就来帮助我们 在我们要迈到2019年之际 你帮助每位弟兄姐妹 还有中间的朋友们 知道怎么样去好好把你的话放在心中 免得我们得罪你 也知道怎么样去靠着圣灵的能力 去将这信仰 将这真道不断地传扬下去 传给我们的家人 传给我们的后代 也传给周围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 这是我们的心愿 我们也深信 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 是无法完全做好 但是也知道 你既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你必要帮助我们 你必要用你圣上的灵引导我们 你也必要拆遣 让你的教会真是充满你的同在 充满你的荣耀 可以让世人看到 你就在我们当中 做奇妙的事 我们向你现场感谢赞美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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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